接下来推荐大家去看一个展览 今天开始啊 故宫博物院将推出 灰匠神运安徽灰州传统工艺 故宫特展 人们有机会一睹 工匠技艺 感受工匠精神 灰州传统工艺 历代被民间视为真品 被宫廷争为贡品 灰匠神运 安徽灰州传统工艺 故宫特展 甄选了黄山市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灰墨 灰笔 灰州竹雕 灰州三雕等门类 二十位传承人的八十五件作品 让观众领略典雅精湛的 古灰州工艺之美 展览中 这件由当代非遗传承人制作的 玉制棉花图 在巴掌大的模块上 反映了从播种到裂染 棉花耕作的全过程 所有的那些文字图案 平台楼口 有英文雕 有胡雕 也有立体雕 也有浅胡雕 还都要考虑出模 它的局限性很大 否则的话 你雕一个作品 墨出不出来 你对于那个作品是失败的 这些灰墨皆是以古法精致而成 从原材料的制作 到一定墨的成型 大大小小近百道工序 最少需要一年的流程 正因为它们的独具匠心 让灰派工艺数百年间 在皇宫都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 故宫馆藏有大量的明清时期 嘉定派系的高幅雕 竹雕笔筒 工艺品等 但嘉定竹雕的创始人朱贺的手艺 追根溯源该是来自灰州 灰派竹雕的壁祖就是朱贺林宗 它的主集是灰州的 它的记忆从灰州成熟过后 随着灰墙到了上海嘉定 在嘉定参派的这个高幅雕记忆 据介绍 故宫博物院有一万两百件 各个时期不同材质的雕塑 有相当一部分是远自灰州工匠绝技 故宫古建筑的一些装表 也是灰派风格 大量与灰州文化有关的物质文化遗产 营练和揭示的 正是古今飞夷工匠的智慧 实际是古今对话 它们是怎么样的传承关系 那么中国这样的展览 和更多的展览 就会能够生动的体现 今秋 故宫还将在宝和殿东侧 建立灰派工艺文化创意馆 今后在紫禁城内 观众就可以领略到 当代灰派工艺品的独特魅力 北京台报道 我记得了 有没有 阶段权